Hello 大家好 我是黎 今天我來鑽石山這邊 一會兒會走過去那邊 就是智田正苑 我想很多朋友都去過 我記得在16年來過這裏一次 當時拍照出來 我不記得有沒有給大家看 唯一最漂亮的位置 打卡的位置就是圓滿國 它就是金碧輝煌的 我一會兒會走過去看一下 隔了這麼多年 它這個建築物還會不會保留得這麼漂亮呢 或者會不會更加金碧輝煌的行為出來呢 我一會兒就走過去拍幾張照 不用一分鐘就走過去南蓮丸池 其實它分開南面和北面 主要圓滿國就在南蓮丸池這個位置 我們走進去 其實我記得我16年來的時候 這裏它的特色 雖然它設計得很漂亮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去拍照的時候 都比較輕鬆些些 或者有些朋友也都比較緊接 那張照片會拍得更漂亮 帶著一些腳架來 我記得就是 這裏它的保安很嚴謹的 對於我們拿著相機 拿著腳架的朋友來 他就很留意 而當我們下了腳架拍照的時候 他就一定走過來 就叫我們收腳架 所以這裏來說 是比較緊張一點的 OK 來到這個入口 這個位置 我想都不用怎樣介紹 我想很多朋友都會認識這裏 甚至可能來過很多次 這次我就是第二次來的 OK 先進去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主要大家看到 就是一些木的建築物 講一點歷史 其實它就是訪回唐代的時候 用木的製品去建設這個寺院 所以在它很多建築物裡面 都是用了一些木的材料去做出來的 今天我帶了些什麼機來呢 我都說過了 看了我上一集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現在的年紀 我盡量帶一些輕的相機去拍照 所以這次我也是帶回這架 Nikon的APS-C相機 配合一支鏡 12-28的電變焦鏡 我想這裏的建築物 可能比較想在角度上 拍得會闊一點 所以就帶這支鏡來 這個入口其實我相信 我記得一走過去 應該去了圓滿國 來到這個位置 大家看得很清楚 一些建築物 最主要的結構性 都是用了木材去製造 所以就很有特色 其實我這裏都不需要怎樣去介紹 OK 我就走去找回圓滿國 看看出來的效果 會不會好 仍然是保留了禁壁煌的效果 這個位置就離遠看 應該就在那邊的 我試一下走過去 應該在這邊過去 這裏可能有少許維修 那裏可能有少許維修 那裏可能有些布圍住在那裏 有些布圍住在那裏 留意這個時間 就是兩點 兩點鐘左右 下午兩點鐘 今天都算好天的 看看太陽 有些布圍住在那裏面 就射進去 原本的位置 是屬於浴缸 或者順缸 這裏攔住了 似乎 可能未必拍到相片 它攔住了 看看攔的範圍有多少 OK 沒有了 它這裏就剛剛 我想它有可能是維修 變成遮住 看不到什麽 看看 它說 保養工程進行中 不便此處 敬請原諒 拍不到相片 在這裏 借住了 好了 不要緊 來到 就這樣拍幾張相片 走到這邊 大家看到圍欄攔住 拍不到低的角度 只可以遞高 用機遞高 去拍這裏建築物 所以 在這段時間 大家就不要來了 因為來到都拍不到相片 看回後面 圓滿國 比起我現在在現場肉眼看 和以前出來的效果 以前那張相片很美 大家都看到這張相片 這張相片是一六年拍的 而現在這個圓滿國 我不知道它是否真的裝修 我不知道 因為它是圍了攔在這裏 所以我不知道它會不會遲些 將它 將那七友做回金色一點 現在我們看下去 純粹是一個黃色的效果 就出不了 因為現在太陽都射著 但是它都出不了反光的感覺 所以就沒有了金碧輝煌的效果出來 拍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現在太陽剛才是順光的拍著它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沒有這個圍欄 這些圍欄應該都挺漂亮的 我們通常可以在那邊拍攝 後面的背景就是可以有 應該是那個叫做荷里活廣場 那邊做了一個背景的效果很有特色 因為這個古建築物 其實這些叫古建築物 後面配合一些高樓大廈 出來的效果很特別 下面就真的有些工程的人員在做 我相信都可能會做一段時間 所以暫時來說 我想上來這裏拍照的時候 那些朋友暫時不要來 剛才在那邊的打卡位 圓滿國走過來 那邊拍不到照 那邊拍到另一邊的打卡位 那邊走過來一點 那邊其實它有個養錦尼的池在那裏 那其實這裏拍出來的效果都不錯 那邊走過去看看 找個位置 找個好一點的位置 試試拍幾張 那邊那邊那些大的石 剛剛有個陽光射著它 那邊配合後面那裏 那邊配合後面那裏 就有些松樹有些暗位 那其實這樣拍出來都不錯一下 那又試一下拍一張先 OK 那走過去看看 那其實這個位置都幾漂亮 那可以拍到一些水面的反光 那如果你說有長焦鏡 那就可以拍一下那些錦尼 那它養得很大條的那些錦尼 那這邊就順光位 那拍過去都漂亮的這個構圖 那我又試一下拍幾張先 那現在看了一張和我看一張 projeto 那攝影機 那拍到一張拍照 那它又差了 那我扯了一張拍照 那也順光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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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帶了這枝彎稿,12mm的焦距 相等於傳片幅來說,視角度都幾闊 差不多有100度 所以它的覆蓋範圍都很廣闊 我們移過來這邊 我有一次的寫毛不斷 這邊的角度很接近 剛好這裡是順光拍出來,感覺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我帶這些相機來,其實很難拍的 因為現在在陽光普照之下,我就要看著螢幕 螢幕主要都是用來構圖 你看它的曝光準不準確,真的很難 因為我們這些相機沒有了上面的觀景器 光學或者電子觀景器 所以就很難去分析到我們那個曝光值準不準 或者對焦準不準 所以就比較困難很多 所以如果真的要買機,大家就應該選擇有 看著鏡頭的相機 我們可以在一隻眼望,看到裡面 所有的視線範圍都看到了 因為現在這樣拍,根本反光就看不到 現在這個位置似乎受光的位置就不太好看 因為太陽在這邊,剛剛射著這裡 所以有些背光的情形 所以拍出來就未必好看 不要緊的,我們都可以試試拍一下它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跟我的Mofi機的角度是差不多的 好了,這裡一張都夠了 繼續走過去這一邊 這張照片,如果有長鏡,就放它過來 就應該效果都挺好看的 因為我主要都是帶了一支彎稿來 所以就扯不到過來 OK,我們看這一邊 它這一邊也有圍欄爛住了 似乎真的… 它可能是全面去大裝修 變成了就拍不到什麼東西 我記得那裡前面 就有個… 這個叫做… 封車那樣的 有個流水的封車 我記得是會動的 現在封了,做維修 其實這裡可能都很久沒有維修過了 好了,這個位置可以走上去北縣那邊 北縣那邊其實都挺多東西要看的 但今次我就不上去了 留下一次有機會再帶一些朋友去看看 北縣那邊就主要是一些電 好像山門…山門角 我不知道是山門電的山門角 也有一個觀音墊在那裡 這個範圍很大 我記得它有個蓮花池 有些朋友都喜歡來這裡拍一下那些蓮花 但它的蓮花就不是大型的蓮花 是一些…那些叫瑞蓮 OK,好了 那就… 差不多了,這裡沒有什麼影子 全部封了 那… 如果你說真的要來的話 不要來,你真的要上網看了 它這裡裝修到什麼時候結束才好來 因為好像我現在來到 就… 浪費了時間,拍不到東西 OK,好了 遲些再見,拜拜